大家好,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今天我們要詳細分析一下黎智英旗下的壹傳媒集團 有15個人因為涉嫌操控壹傳媒集團股價而被捕的消息 亦會詳細分析那四天內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股價變得那麼厲害 接著一定要聽的就是 印度歸還17個間諜給中國 好像沒有聽過這宗新聞 17個間諜,一定要聽 接著就是周庭被登記了全民檢測 究竟他背後在做甚麼 為何要這樣說呢 最後就是快必有一班人聲援他 究竟這班人在做甚麼呢 我們稍後說說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首先說黎智英旗下的壹傳媒集團 今天有15個人被捕 很多人就說 為何會由毒品調查科措 尤其是黃人 其實他們看頭就不看尾 後面的財富調查組 涉嫌一些財富 裡面也是涉嫌一個黑社會等等的組織 當中也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範疇 主要是由財富調查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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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涉嫌的村謀、詐騙和洗黑錢的活動 其實你考過證券牌的話 一定不會對財富調查組這個字陌生 必考的這些東西 所以真的麻煩你讀一下書 但今天我們就要詳細分析一下 為何他們涉嫌操控這個股票 如果我們要講到這個時候 首先就要知道那四天發生什麼事 首先大家看看圖 我們看到股價的表現 星期一的時候 這隻股票就開始動 升得好行 開市時是0075 即是7,500 簡單來說是不值錢 即是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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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全部股票的市值 1億9700萬 即是不大 即是上市公司 即是正常的小 即是非常小 即是非常小 即是很小 即是結束時 就升到兩毫半指 這樣看法都升了很多 即是三倍多 當時涉及的成交量是14億 但所有的資料都未完 星期二的時候 最高的時候是1.96 已經是前一天的8倍 是的 亦都可以說 是由星期一最低市值的時候 升了26倍 而當時黎智英 旗下的壹傳媒集團 這間公司 市值是高達51億 那麼51億就很堅抽 是的 由2億不夠 變成51億 你想想是多麼恐怖 但其實我們可以看回一些數據 星期二的時候 剛才星期一說了 14億股的成交 星期二更恐怖 有40億股的成交 量的 其實黎智英這間壹傳媒集團公司 其實黎智英自己持有的股份 即是不賣出來的股份 不流通的股份 已經有18億股了 即是有60%多的股票 它自己拿著不在街外 你們買不到的 而在街外的只有7億幾股 即只有7億幾股 即是7億幾股是流通到的 是的 沒錯 簡單來說 就是流通量非常低 其實這個也是炒的股票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還可以看回一些數據 這個數據就是 除了7億幾股的流通量之外 其實有10間公司 即是我們經常炒股票說 頭10間公司裡面 究竟拿了它的流通股份 拿了多少呢 已經拿了5億幾股 你想想在街外的股票有多少呢 流通的非常少 只有幾億股 但為何首兩天第一天 有14億股成交量 炒了很多轉 即是在街貨裡面 炒了3、4轉 第二天更恐怖 剛才說是40億股 炒了多少呢 接近10轉 十多轉 多恐怖 為何突然之間可以炒這麼多呢 我們可以調查15個人 那15個人裡面被人查到 那裏有兩個股票經紀 一個銷售經理 一個銷售經理 一個消防員 一個黑社會 其他都是無業或自僱人士 所謂的專業股票人 他們在這幾天裡 曾經出入買賣1.3萬次的次數 即是1萬3千次 賣賣了這15個人 即是一天就4千多次了 是的 接著他們涉及買賣的數量 高達16億股 16億股 即是已經多過星期一的總成交 然後他們在這幾天裡 其實 加起來 是這幾天的成交量的二十幾個百分比 嗯 還有最愚蠢的是什麼 最愚蠢的是什麼 最愚蠢的是 為何今次警察拘捕得這麼快呢 我自己格仔看 為何呢 這些是不合法的 首先我們要說明 這些是造市的 但是造市的人 一般會怎樣做呢 他們通常分很多間證券行去做 因為這樣沒有被人易到調查到 不像是合同 可能分二十幾三十間證券行 就很難找 百多人去做這間 你追查便難 但現在就不是了 他們分兩間行 而且他們可能不夠人手 只有15個 不知會不會是壹傳媒那邊出手低 所以警察這次好快就執法了 說一下禮拜三 禮拜三 那些股民就傷心了 為何呢 因為禮拜三的時候 壹傳媒集團的股價收報0.65 即是六毛半指 跌了40%了 涉及成交量15億股 其實都大 但人似是增傷酒備那隻 應該這樣說 是見好就收的大戶 給了你班傻仔 派了給你們 他們已經散貨了 好了 去到最後一日 星期四 更慘 又跌多四成 收三毫八指 所以這隻股票 基本上都是浮沉沉沉 大戶已經走貨了 其實呢 三毫幾指 到今天 我們拍攝節目 這一天 是四毫一的 這隻股票 基本上都是浮沉沉沉 大戶已經走貨了 這群傻仔 就摺了自己的糖水滾 糖魚 便繼續自己玩下去 所以真的有人死渣了 沒錯 那些死中 我們就不算了 還有一個證據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看 這些本身持有 壹傳媒集團 公司股份的一些證券行 究竟買給那些傻仔 又是甚麼人 買進去那些傻仔 又是用甚麼行 我們可以讀一下 沽出量最大的 分別有幾間證券行 分別就是這個 花旗銀行 渣打銀行 以及這個IB 我們俗稱為 一炒開都知道IB 是一間美國公司 通常這些都是比較 專業的投資者用的一些公司 他們就是出貨量最大的公司 涉及二千幾萬股 九百幾萬股 和七百幾萬股 那你說的數量大不大 都不是很大的 對比他們的上益 可能傻仔的接貨的力度 不是很夠 我們看看黃絲黑部那邊 他們用甚麼證券行買 富途 這間很出名 富途很多省戶用 因為那個手續費低 便宜 還有這個中銀 還有這個安利 接近四千幾萬股 即是給他們 那些股票 我們從這些公司 不難看得出 都是一個大戶賣給散戶的手法 跟這些證券公司的背景 也看得出 如果黎智英沒有參與這件事的話 其實對他們 都不是說沒有幫助 他自己拿了六成幾的股票 其實黎智英的身家 到今天我們看看 一傳媒集團的市值是十億多 之前八月幾的時候 兩億都不夠 即是你們幫了黎智英 而你們就輸身家 對 那裏面的人 說一說 那十五個人 分別賺了多少錢 涉及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 有人賺了2550萬 嘩 好厲害 但是這樣 有人呢 我不知道他是 沒有什麼水 給他玩 還是怎樣 還是他負責炒那個呢 獲利呢 只是二千多元 嘩 那就慘了 二千多元 和二千多萬 一萬倍 是啊 一萬倍 那裏面 涉及到 是賺回來的錢 是差不多四千萬 是 三千八百多萬 差不多四千萬 為什麼他們會涉及一些串謀詐騙呢 因為他們裏面當中有人 是互相認識的 而且呢 他們的投資組合 又認識得來沒問題 是幾乎一樣 還有 他們透過不同的媒體 和平台 叫人們買入股票 就企圖做一個交投很活躍 和吹風吹得很好 叫人們不停死渣 其實警方已經找到他們通訊資料的記錄 亦都有這些記錄 我還想說一下 有些跟風的KOL 即是財經界的KOL 其實如果他們是涉及 鼓吹到 人們去買這個股票的話 而他們是沒有申報的話 都有可能犯了法 其實他們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就是串謀詐騙罪 那洗黑錢是怎樣計算呢 如果你要炒股票 你也要有錢 如果那筆錢是由非法途徑得理的話 那筆就叫做黑錢 沒錯 你利用這筆的黑錢 用來運作做任何事情都好 你也是一個涉嫌洗黑錢罪 有些人在黃絲黑部那邊說 這次警方執法這麼快 平時你們又好像懶理不理 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最主要的楊相是 因為出於他們只用了兩間證券行 去做了13000多次的交易 還要涉及20%的交易量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不用誣衊警方 警方都說, 今次不是針對某一個集團或某一群人 而是要拘捕一群騙人錢的人 因為這涉及的金額其實都四千萬不少 而且涉及到的人, 其實都很多 當中有很多是黃絲黑暴 其實警察都說幫幫他們 其實你應該感謝警察 因為有人損失, 其實很多人都損失 重業損失的金額是過百萬 也不少 我聽見有很多人說, 連結婚的本也輸了 首期也輸了 買機票錢也輸了 其實都幾慘的 所以都要打擊不法分子 我們講一講第二單, 第二單都很重要 第二單就是印度有一個報道說到 他將17個間諜 即是來自中國的間諜 交還給中國 經過7天的嚴刑敲問 還經過7天的嚴刑敲問 這17個間諜的背景是甚麼呢? 我們三聲之後 一起講, 單字而已 有男友類的 有的, 單字而已 3, 2, 1 牛 就是這17隻有大有小的牛 事源是怎樣的? 事源是他們捉了我們這批牛 然後就將他監禁了7天 監禁了7天之後 經過嚴刑逼供 用監一切辦法 差一點就變成餐桌上的美食 配以這個咖哩汁 幸好他們就不會跟牛溝通 對牛彈琴 彈不出甚麼出樣子 迫於無奈 那就要圓迫歸召 牛你都可以說是間諜的 我沒有甚麼好說 沒錯 因為印度那方面就指到 其實 每個國家, 尤其是美國 當時在冷戰時期 其實有訓練一些動物 去做間諜或從事軍事活動 例如 訓練這個海豚 監察蘇聯的潛艇 以及一些海底的電纜 等等的設施 亦都訓練過一些家貓 去偷取 前蘇聯的一些 舌廳的裝置 所以這次調查是非常合理的 我還有一個懷疑 據聞印度人有一個方法 將一些東西 放在自己身體 尤其是那些食物 類似雞腿 他們會藏在自己身體 他們就懷疑我們中國 是認識這種科技 將那些物品 偷聽 舌廳物品 就放在牛身上 好像他們那樣 就驗了七人 所以他就害怕 驗不到 如果要做的話 都不會找一隻牛 這17個間諜 經他們的一輪查證後 發現沒有問題 然後就親自送回中國那邊 但很搞笑 他怎樣分中國牛和印度牛呢 因為 他叫他們所說 這17隻牛 當日越境 去了印度那邊 就懷疑是中國解放軍 派過來的間諜 為什麼不是 他們在印度那邊 吃完過來中國吃 再回印度吃呢 他就只看到那一下 就沒有理會了 所以就活捉了這17隻牛 這17隻牛就慘了 有腦有亂 我們再說一些政經 我們再說一下這個周庭 周庭就說他自己的 身分證號碼和電話號碼 就被人盜用 盜用了什麼 就登記這個全民檢測 但是我覺得 發現了一些 蛛絲馬跡 我覺得他是做新聞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網友都有這樣說 就是說呢 用你的身分證去登記 盜用你的身分證登記 有機會的 但是為什麼要用你的電話號碼 讓你知道你的身分證被人盜用了呢 如果我要盜用你的身分證 我用了你的身分證之後 我就用其他電話號碼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的電話號碼會 發分一個短訊 被他確認 沒錯 為什麼要讓你發現呢 這件事說不通 除非一件事就說不通 他要做一件新聞出來 然後就說 這個全民檢測等等的東西 是做粗的 即是暢需全民檢測 是的 事實上他就真的這樣說 就說到 你這樣 亂用別人的東西登記 可以說到 13億人做都可以 就是報大數字 是的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他用13億 不用14億 我們明明是14億人 是的 我們穿那件衣服都知道 是的 沒錯 所以 他其實用這件事 是做一則新聞出來的 當然 就被很多人都發現到了 我們其實都懷疑 會否他自己做一個登記 然後 然後 就等我們這個缺席率上升 都有機會 他們做一出 即是我們有這樣的合理懷疑 是的 沒錯 如果他覺得 很滋擾的話 我們 極力就叫他勸回他的朋友 他的 不同的支持者 就不要再用別人的 身份證號碼 還有電話做登記 因為其實 在我們藍營的政界裡面 很多人都被登記 沒錯 那就叫他奉勸他自己的朋友 上網奉勸別人 不要再用別人的資料 那就OK 因為上篇拿你給人登記了資料 去做全民檢測 都可以 對 接著我們就要說快必 好似有一班粉絲支持他 是的 彈低智 即是呀 彈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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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垃圾 講得快一點就是 彈低智 彈低智 是的 因為他現在被捕了 暫時是需要橫押 直到11月 才再上庭 現在就拘留在這個 荔枝國的收押中心 有幾十人就說要撐他撐到底 就跑去聲援 他又喊口號又成 我有個建議給他們 是怎樣 他們如果真的想撐回他們這個 這樣呢 他們可以整班人 就跑去警署 把他們之前 暴動的時候做過的事 就跑去自首 你就有機會 進入裡面親身去支持他 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因為他 還押到11月 也對 都可以 趁這兩個月就進入了 如果要支持他的話 就應該走進去收押所有入面支持他 不是在外面那裏 是在壓之壓坐的 沒錯 其實我們香港 警察每一間警署都可以接受你自首的 是啊 沒錯 都奉勸他們自首 這個第1次 第2次 這個事件就有幾十人就在這裡 聲援他 當中喊了很多口號 有十幾個穿反光衫的記者 還要有 是啊 反光衫的不知道是不是記者 就知道談不合理 就是作記者打扮的人 當中就有三個人 就被票控 就違反限聚令 那麼 根據資料顯示 就有一個 女性 就帶著兩個老虎 這樣子的 最終三個人就被捕了 那個女性就說 那個老虎 其中一個 說精神有問題 叫警察不要控告他 但警察也要控告他 沒有人性 但是 你犯法的話 是不是關你 說什麼事 是說你的行為 有沒有違反法 他明知別人的精神有問題 他還要慫恿別人出來做這些事 我個人才是最黑心 對 希望 Tarri 將來 可以繼續收押 以及去坐牢 我們最開心 沒錯 今天時間差不多 林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